在兩廳院三十週年選情大使 鋼琴家嚴俊傑優美琴音之中 音樂廳全新駕到的石坦威心情也正式曝光 他是嚴俊傑親父德國漢堡石坦威原廠挑選 歷經六小時六架心情逐一試奏 我忘記搭車 但是現在聽起來是比較有一個 終於拍板就是這架石坦威606-486 啟用活動現場史無前例將六台演奏型鋼琴全班上音樂廳舞台 有嚴俊傑率領五位小鋼琴家演奏古典名曲大串燒 也拒絕分享選奏心情的原因 分別人 186 整個彩的 她其實我覺得怎麼看 她是有不同的聲音表現 她的高音非常的輕量 然後中音很甜美 低音非常高 讨论音乐厅音色是一度 演奏曲目风格广度 各种演出情况搭配度 以及每架钢琴的表现个性 而排版定案 另外在13岁就获得国际柴克夫斯基 青少年音乐大赛奖项 活跃于国内外乐团的严俊杰 他30世代的身份 也恰巧与两厅院30周年传递的精神之一 希望引领年轻世代在两厅院创造 属于自己舞台的精神相符 而心情启用 陪伴音乐厅走过30年的贝森朵夫 帝王型钢琴 也就此一致音乐厅大厅 未来将以不同形态继续服役 所以经过很多的讨论以后 就把使用率最终于 就开始比较少人使用的 那比较大型的这个291 让它会 但特意不表示这个琴 它就会再使用 其实我们会用不同的功能 让它去继续服役 在两厅院中每架钢琴 在舞台演出时 或与乐团搭配 亦或独自上场 他们展现特色 精彩诠释各式曲风 这次透过辛勤 正式启用 听众强大钢琴阵容 完整呈现 让观众赞叹 也沉醉在绕梁不绝的 原因之中 这张编林建制 条文报道 这张编林建制 在这边 为各位介绍一下 今天在现场演出的老师们 我会给你 我们一起听说